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你的专辑是怎么玩的 我没看到 行 没事 有朋友说王者荣耀的那个晚会 你是怎么接到的 就是我每个活怎么来都告你 王者荣耀这个活是咋来了呢 是以前也是一个活动 我们就是合作过 然后我们合作过这个活 然后他这次又搞了这么个活动 然后就 因为很多东西 比如说 其实你们可能不太知道 比如说拼多多 完了 为什么要提品牌 拼多多 天猫 淘宝 京东 苏宁电器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 反正一些电商平台 比如说咱们就拿这些来 网易严选 比如说拿这些东西 拿这些东西来打比方 比如像这些品牌 他们去搞一个晚会 就跟王总 去搞一个晚会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搞这个 比如说打个比方 刚才用了拼多多 这次用 比如说淘宝 淘宝干了一个晚会 或者是天猫干了一个晚会 或者是京东干了一个晚会 都无所谓 比如说他们要搞双十一 他们不是说人家公司本身来做这件事 他一定交给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一般是做晚会的团队 有可能是某一个卫视的团队 或者是某一个自己私底下的一个演出商 他找到这么一个演出商 这个演出商再去联系演员 联系演员和 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其实不是说正着八景 是说是一对一和王者对接的 就是那个开始是找到我们的 是一个说的演出方 就是类似这么一个朋友 反正以前合作过的一个朋友 给我介绍这么个活 就是这样的事 对